大家好,这里是农面花草 下面给大家来说一说天珠葵 天珠葵是一种生活中比较常见的观赏花会 很多人的花园里或者是阳台上都会中有一些天珠葵 它的开花能力是比较强的 只要温度合适,它四季都能开花 特别是在春秋两季,是它的盛花期 它的花量特别的大 几乎能天天都开花 就是每天都是能呈现出大量开花的状态 它就是一朵花没有开白 另一朵小花又已经长出 所以说天天都能看到它开花 但是到了夏天高温的时候 很多人都认为天珠葵就会休眠了 其实不然,天珠葵的品种有很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两种不同品种的天珠葵 不同品种的天珠葵,它的叶子和它的花形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很多人都会把它误认为不同品种的花会 它的品种已知的就有200多个品种 所以说可选择性比较强 而且养护起来相对来说也不是很难 夏天高温的时候 很多人都认为它会休眠 但是这一点呢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些的 因为它只有温度达到高度了 它才会休眠 但是我们一般室内养的天珠葵 温度一般都不会高于25度 都不会太高 因为它只有高于25度才会影响它的生长 高于30度才会真正的去休眠 不生长 所以说咱们室内养的天珠葵 如果家里经常开空调 温度能在25度以下或者25度左右 那么它还是能正常的生长和开花的 所以说在不同的情况下养天珠葵 咱们要有不同的区别对待 当它温度高于30度的时候 咱们就要把它移到阴凉一些的地方去养护 并且呢要少浇水 保持良好的通风 只要是通风做好了 一般情况下大部分都能做好 都能安全度下 施肥的时候呢要注意好 只要是温度还是可以的 就是它的没有明显的进入 就是这种就是休眠的状态 咱们还可以给它就是适量的施一些肥 这个时候给它施肥 建议不要施塑酵肥 要是有机肥 最好是施就是 就是就是常用的 就是比如说饼肥呀羊肥呀 这样的有机肥 我个人养天珠葵呢 就是现在到这个时候都会 使用一些就是生物菌剂 因为它呢主要是有芝麻饼 还有菜脂饼 还有骨粉来组成的一种有机肥 它这种肥料呢 就是肥效比较的温和 而且的持久 用起的也特别的方便 只要在盘土里边 就是一个月用上 就是一次就可以了 在盘土里边直接给它埋上 一次用上 根据柱形的大小 一次用上20到30粒 一般小型的用到15粒左右 就能满足它的生长了 它能快速的促进这个 天珠葵去肥状 而且呢并不会对它有 烧根 并不会有烧根的风险 所以说特别适合新手 就是养一些 就是这样的 室内盘再化绘 它用起来又没有任何的异味 而且就是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不但能促进它的生长 还能改善土壤的输松度 保持土壤酸性 对于这种休眠期 就是那个高温会休眠的植物来说 有就是使用它特别的方便 而且呢就是效果也特别的好 比如说君子兰呀 长寿花呀都可以用它去养护 天珠葵呢 咱们使用起来也方便 就是一个月用一次 就可以直接埋到平土里边 能让它整个夏天呢 都能得到就是它需要的去养分 能快速的去服装 这样呢到了秋凉之后 它就能大量的去开花 喜欢的朋友可以这样养护 天珠葵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